2020年的新冠疫情,我将其定义为世界大战级别的大事件,其影响将非常深远,因此2020年也被我定义为大转折之年,人类社会将从这一年开始进入新的阶段。 在我看来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有两个,一是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重组将加速,关于这一点过去两年已经充分验证,二是全球重大事件将一件接着一件,仅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,就发生了两件改变未来全球走势的重大事件,而接下来的重大事件会更多。 第一件大事是中美2021年3月18日的会晤,中国与美国彻底摊牌,中国告诉美国,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允许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谈话,这次重大摊牌,在我看来是未来几十年的最重大变量之一。 第二件大事是俄乌爆发战争,这次战争虽然是俄罗斯做乌克兰,但却是美国为了挑起新冷战而挑起的一次战争。 俄罗斯是在美国为首北约的压力下,不得不做出的自卫措施。 俄乌战争这次重大事件,同样是未来几十年的重大变量之一。 这次事件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,在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的背景下,爆发是必然的结果。 同时因为这次事件爆发,美国挑起的新冷战之局,也将加速推进。 未来如果新冷战爆发,那么这次事件就是新冷战爆发的一次里程碑事件,即因为俄乌战争爆发,最终触发了新冷战。 如果新冷战爆发,中俄与美西方必然决出胜负。 在我看来真的爆发新冷战。 全世界将会有很多人因此死亡,全球各国的生活品质都会因此下降。 但这也必然会加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完成重组,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国不堪重负而崩溃。 原因也很简单,美西方的经济严重空心化,掌握工业产能和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。 一定能带领全球数十亿人口,战胜人口只有十亿的发达国家。 如果在中国努力下,新的东西方冷战无法爆发,那美国就提前杀戏了,是向美国轻举国之力来推动新冷战。 最终却无法将整个西方统一起来对付中国,不说太久。 在有五年以上中国DDP彻底超过美国,白宫就彻底没有机会了。 所以美国其实要激起新冷战的时间节点,就是未来五年之内,尤其是未来三年,行不行也就接近见分晓了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,我们未来三到五年挑战非常大。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,不要躁动,稳住比什么都重要。 同时稳住可不设没有作为,恰恰相反,稳住的情况下一定是要有作为。 尤其是要做好两件事,一是做好新冷战的对冲,尽量努力对冲。 如果无法避免,那就尽最大努力延缓。 实际上能延五年以上,基本新冷战爆发的概率就会大幅降低了。 二是做好爆发新冷战的准备,即一旦真的无法避免新冷战,我们要在战略上占据主动并获得优势。 新冷战的特点是什么?除了军事敌对之外,就是经济商会断绝往来。 这就要求我们要由内向外去闻我们的经济基本盘,围绕我们自己去抓资源。 当然如果新冷战爆发,那么所谓的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,在全球范围内就陷入瘫痪了,另外新的组织形势就将形成。 我说到这里,又和报道俄罗斯退出世贸组织是什么关系呢? 据俄新社的报道称,当地时间3月21日,俄罗斯政党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向俄罗斯国家度马,提交了俄罗斯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草案。 根据报道的说法,这一提议的出发点是回应美西方制裁。 对于这一消息,不久又据塔斯社报道,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表示,该部门未收到提议俄罗斯退出世贸组织的法案。 世界贸易组织是俄罗斯能在经济领域,积极捍卫自身利益的唯一国际平台。 对出该组织将被为制裁俄罗斯的友好国家,世卫消极举动,他澄清相关法案没有被交到经济发展部。 那么这一消息到底有几分可信度,又意味着什么呢? 这则消息之所以出来,原因是在俄罗斯有一部分人认为,退出世贸组织来回应美西方制裁。 这一意图的前台词是和一些盟友同事退出世贸组织,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俄罗斯要重新建立,新的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经济组织。 俄罗斯政府后来的回应表明,俄罗斯当然在现阶段是不适合退出世贸组织的,但并不意味着一直不适合。 俄罗斯报道这一消息,完全是因为它要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信号,那就是俄罗斯存在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。 那么这种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? 在新冷战的背景下,所以接下来俄罗斯必然加速推动,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经济组织,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冷战。 俄罗斯会以此为依据,推动与欧亚共同体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建设。 所谓欧亚共同体,成员包括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基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,那么接下来俄罗斯必然会加速整合这些国家,以形成局部优势,也会促使更多国家加入这一共同体。 如果这一切都准备得越来越充足,如果全球新冷战格局逐渐形成,那么俄罗斯就真的可能退出世贸组织。 那么如果俄罗斯真的有退世贸组织的底气,那么全球新冷战就真的可能爆发。 基于这样的格局,中国因为所处位置与俄罗斯完全不同,所以我们和俄罗斯不同。 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好新冷战的准备,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对冲新冷战的预期。 对我们来说,我们这两手准备做得越好,我们在未来的战略上越主动。 我们未来与美国博弈也就越有优势,就能越快取得胜利。 最后我再次强调,中国不能战略躁动,一定要稳扎稳打。 现在战略躁动的是美国而非中国,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该干的事情上优所作为,而不是躁动、冒进。 美国躁动以及调弃俄战争。 短期看起来对美国有利,中长期对美国绝对是伤害。 所以我们战略上定力越足,美国的形势就会越差。 当前对中国来说,不但意味着威,更意味着机。 俄乌冲突自2月24日爆发,至今已过28天。 战场上炮火喧天,战场外的争论更是不慌多让。 有人说俄国是泥族巨人,基辅基辅没那下,乌冬乌军包饺子也包不成。 更别说展现什么信息化,数字化未来战争了。 也有人说俄国是在控制战争节奏,既要收服人心,又要歼面有声力量,在收拾乌克兰的同时,也在搅混世界局势。 无论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,不可否认的事。 这个开战时机是经过慎重选择的,是剖制完威的。 我们首先回想一下,俄乌冲突前的世界是怎样的? 肆虐两年的疫情生生的撕裂了全球供应链体系。 各国通胀水平因此大幅攀升。 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,各国的生态分工十分明晰,欧美拥有高端制造的产业资本。 美国还在这个体系里主导着金融资本,而东亚、东南亚以及印度则占据着主要的产业资本。 最后还能在全球化力分一杯羹的只剩资源资本了。 通过全球产业不拘,欧美作向全球化红利。 一方面只需用钱和一些高精尖产品,即可换回大量的生活消费品以及能源资源。 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也转嫁给发展中国家。 因此欧美的老爷太太们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。 但是新冠狠狠地教训了人类,负责生产的国家,一旦疫情爆发,就会停工停产。 全球供给随之大减,欧美国家虽然不是生产,但也需物流。 一旦疫情导致物流停摆,那供给短缺会更加明显,结果就是物价飞涨。 在这种情况下俄乌开打了,俄罗斯在这样的世界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? 俄罗斯号称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号沙特。 虽然靠卖油,但却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资源国。 不要小看独立主权四个字,俄罗斯恰好又是天然气、氮飞和假飞的重要供应国。 而天然气出口约占全球贸易份额的20%,但全球氮飞贸易的15%,假飞贸易的17%. 因此油气涨价不光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会上升,整个经济都会因为运行成本过高而萎缩。 所以我继续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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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党能力, 大家看能不能做多少事,我很会做的事情。 但是 arb省有空得很球。 感谢观看